顏先生有顆光頭 因為他會掉髮 畢業後想當業務 沒想到被面試官嘲弄 他就說你這樣子替光頭 遇到客戶 不會讓客戶覺得很可怕之類的 然後我就說不會 因為我遇到客戶的話 我就會用就是比較笑容 然後他就說 那不然你笑一個給我看看 笑起來如何已經不重要 他說心中陰影太濃 後來再也不願意到 別人公司工作 但其實看求職網調查 曾以貿取人近四成企業 後來後悔比例破半數 顯然看不看外貿 多年來對求職者跟企業都是難題 但在今年求職季可以解題 一般在收到履歷表的時候 第一眼當然就是求職者的相片 不要過度的修圖 人資主管們公開分享 面試官平均會在24分鐘內 判斷求職者有沒有資格 因此外表自然重要 但展現配合度 學習力 都是加分軟實力 相反的遲到 眼神飄 控擋滑手機都會扣分 還能記得帶必勝法寶 作品跟證照 不要急著彈薪水 也算高招 幾年後可以彈薪資 至少應該一年半載 面試能靠節償補短 取得優勢還有根據 美國心理學家麥拉斌就有套法則 說人類評斷一個人 根據對話內容佔7% 聲音大小語調佔38% 最多的是透過視覺 但仔細看 視覺也包含動作跟態度 因此懂得拿出自信等長處 足以扭轉企業 單以外貿決定成績 也能試著拿出名校光環 有過半數人資坦白 頂尖大學畢業生 薪水能談到比非頂大多出8% 由於迎來缺工潮 許多業界人士願意公開密新 讓今年畢業生能抓住機會 工作順利 八大新聞連續張海艙報導